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后以深水炸蛋完成赛事 以下这颗蛋也要跟大家说再见 好吃 非常好 来到长洲当然要吃一群鱼蛋了 不过可能稍后就少了个选择 一间位于长洲的老字号鱼蛋店 近日传来结业的消息 有网民在社交网站泛民表示 有天去到买炸虾丸 不过就被店员告知 以后也不会再有得吃 因为店铺做到8月15号 就会光荣结业 第一次吃 第一次吗 是我们第一次 这个是墨圆丸吗 是 可以吗 但… 我也觉得很好吃 这个更加有点浓眉 之前在网上我也看过 你特地去找这家店吗 是的, 这次来长洲就是想吃 也很可惜 因为可能以后也吃不到这种味道 所以现在才知道原来它快要收拾 其实吃了很久 平时也会买回家 以时开始吃 所以也有一些坏狗 呂法局在介绍长洲鱼蛋的时候 形容它是香港一绝 更有特别点名介绍这家店 这天虽然是平日 但连买鱼蛋的人流都乐意不绝 由11点开店到1点半 只过了短短两个半钟 其中一款鱼蛋更加已经孤称 光顺开店, 挺好吃 所以光顺它 但它没有酱汁也好吃 有弹性、口感、有白鱼味 特地特地来的 我们是在上水过来的 一向都是来这家吃的 觉得很可惜 其实香港有很多都很结业 有时心里好像有点不安乐 有长周鸸民更受家人所托 要特地买几斤出香港 给他们吃 没有给亲戚买 他知道要买炸森 绷绷着最后的 lá80 3斤 绷3斤?全部一人吗? 3个人 3个人? 一人一斤 日前韻律泳團體自由自選賽事 法國隊的泳舞印了人樣在上面 前後也有, 挺有趣 不過有網民說有一點點得人害怕 其實我很喜歡看韻律泳的比賽 因為每個國家代表隊的造型 都很不同 無論是造型、泳裝, 都是適心打扮 而法國隊這個造型 都是想展現出水上芭蕾的多樣性 向世界展示法國的創意和歌聲 會不會漂亮就見言見智 不過以下這件事, 究竟是誰是誰非呢? 我有解釋給她聽, 有機會超負荷 因為同一時間有兩部冷氣機 再加洗衣機, 再加雪櫃 我們擔心這個情況有沒有問題 又跳劑了? 對, 是不是嗎? 對, 就是類似這種情況 她是不停地跳 發生什麼事? 豈不是電掣跳劑 對, 觀眾張先生向我們報料 她五月底在蛇尼租了一個住宅單位 最初很好的, 只是有些小問題 都找業主解決了 唯獨電掣跳劑的問題 一直都還沒解決 對他們夫妻倆造成很大的困擾 對, 他們說… 主人房的冷氣機跳劑和雜物房的調劑 最嚴重的是雜物房冷氣機跳劑後 全屋電都調光, 關燈了 廚房的電箱傳出焦味 對, 我們不知如何處理 我們有跟業主反映過 業主說一翻風一下雨 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可能是長身滲漏, 電線濕了 我就…因為冷氣問題 我自己也諮詢了冷氣的技工師傅 師傅說只要長身的掣有水氣 冷氣機會馬上調劑 對, 因為保險 令全屋都調劑 除了電掣跳劑 張先生說其實這間屋 還有大大一點各種問題 這個就是曾經傳出焦味的房 也是用長身掣, 一用它在… 開放那裡 廚房的電箱傳出焦味 肉質的器官就是在這些位置漏水 這些位置漏漏出來 我已經在這些位置折了玻璃膠 封邊, 折小玻璃膠 它的水是一攤一攤的 好了, 封完玻璃膠之後 它這個位置不流水 就變成另一個位置漏水出來 就是在這個位置 可能經過地台一路漏出來 可以聽到這個位置是空心的 已經腐爛了 我們嘗試打電話給業主 不過沒有人接聽 就注意以上種種問題 張先生曾經找過業主 業主最錯都會幫忙處理 後來就不再回應 我只可以找回當時替我們租房的地產 讓Nancy協助和業主溝通 作為一個中間人 2024年7月9日早上10點多 發訊息給Nancy Nancy下午回覆我 就是六個字 業主要求退租 既然業主也提出退租 張先生也因然接受 因為他們簽了一年生, 一年死約 張先生以為業主會賠償 去找餘客死約租期的租金 但是當張先生在WhatsApp 正式書面回應 業主就一直不回覆 連地產公司也找不到他 我們已經委託了律師 他知道情況之後 他看了我給他的證據 他說這個單位不適合人居住 無論是漏水, 企光漏水 或者是電, 電是最嚴重的問題 他說有機會火燭, 有機會短路 他也在一封律師信上 他諮詢了專業技工 說會超負荷, 這個單位不適合居住 叫我們盡快搬走 律師說因為我們的單位不適合居住 我們有一個很強的理由 去跟業主終止這個合約 而是不需要賠償的 於是張先生在7月20號 就搬來這個單位 並且向業主發律師信 表明接受業主 先前提出的退租要求 並且要求賠償相關的佣金 和裝修費用 業主一直沒有正面回應 就說沒有說過什麼時候 沒有說過退租 也沒有說過任何說話 他就一直要求我們交租 就7月15號要交租 當時我們諮詢律師 律師就說不要再交租 他就說我們在租金 那裡就在律師信上會提及 這個月的租金會在賠償金額內扣除 而業主就在7月23號 入稟土地審財署 就說我們欠交租金 他就用這個申請去回覆我們的律師信 他就是這樣的回應 我們也擔心業主會冤枉我們 說單位上的缺陷是由我們租客造成的 他無故剋購我們的案金 以及他不肯就這個單位作出賠償 以上的事件我們會繼續為大家跟進 最近網上有一張照片也引起大家的討論 在石塘咀的皇后大道西屈地道交戒 有一位女士大無私養蹲在十字路口的皇家 還屈身向前 仔細看原來是把手機貼在地上拍照 我們有觀眾報料 原來他是想拍這張叫做樂日飛車的美景 你看一下夕陽的余暉霞 天橋上的車洗過真的很浪漫 不過拍攝還拍不要賺命離搏 其實只是想拍得漂亮的照片放在網上 不如上課學一下拍照 可能這個地方可以幫到你 看電視除了娛樂和放鬆一下之外 當然還可以增長知識 有大學透過我們的電視頻道 播放不同學科的節目 我們的同事原來不少都是餓苦藏農 學霸上身 那時都是做綜藝節目 都是日常拍的 我晚上就回到溫習 那是不錯的 但如果你說拍劇的時間 還要很不定的話 其實你是沒辦法離開 而且你也不好意思 所以當時我讀了一個季節 然後離開 你可以在網上的那些 你當時是全時間還是… 全時間 沒有,我不知道為何會這樣 選擇這條路去走 不過我將來也會想著繼續進修 如果你想做甚麼 剛才好像說有個新的科目是說音樂 我可以和爸爸一起讀 很有趣 對 爸爸說我不用 對,你別騷擾我 身為主持人 無時無刻都要裝備自己 涉獵不同知識範疇 我每一秒都有進修 坦白說,我們其實進修 是不應該一個階段想的 大家以前經常覺得進修 就是讀書拿一個讀書 這樣叫做完結了一件事 但其實真的進修 是應該你每一刻每一天都在學習 回來東張西網 又到車鏡看晚片的時候 這次我們的報料人就是關先生 他就說昨晚六點半 在沙田火炭路翠蓉橋那裡 就看到前面的電單車 駛到跌跌位的時候 突然跌了車尾箱下來 關先生就說 幸好他的車速比較慢 又要一直保持一個行車距離 才避過一劫 路面上經常都會有 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 其實都要看實情況 而錢都是一樣要看得實實 我不想再有其他受害者 被這兩個人這樣騙 你騙了老婆的錢 還要恐嚇她 說要叫她不要弄那麼多 你是不是真的隻手遮天 又有兩個騙徒騙了老婆的棺材本 是人聽到都生氣 況且這位人興口中的老婆 還是她親阿姨 我一輩子最蠢是這次 真的很蠢… 因為是乘腹積蓄 沒有了 六十多歲的受害人黃女士 因為遇人不熟 代入了一個黃金投資騙局 事件又六年前說起 在2018年4月之前做了 一群朋友吃飯 說有這些做黃金的投資 不是買賣的 有些朋友說很穩陣的 收到一些息價 我就經過一個朋友 叫做Tony 經過Tony認識了陳先生 我就去她公司在吐瓜灣 做到第一條金 事件中兩位疑似偏徒 一位是朋友Tony 另一位是投資公司的陳先生 黃女士說每扣入一條黃金 每個月匯報都不一樣 由兩點多厘至三點多厘的利息不等 總之穩賺不賠 最初第一次投資了三十四萬 五月二十六號我收到二萬零四百元 每個月都得到這些錢 是不是很開心呢? 你不用做也有二萬多元 接著六月份又是二萬零四百元 七月就有…投資了多一條 就變成有三萬零六百元 總共你是要投資了多少條? 現在是有五條 因為本住有錢齊齊穩的心態 黃女士多叫兩個朋友夾粉 所以這五條黃金 黃女士實際佔了三條 其餘兩條屬於兩位朋友 金額是多少? 一百五十九萬 應該每個月會有多少匯報? 後來這五條金合起來 我每個月會有四萬一千三百五十元 由2018年四月開始投資 黃女士連續十三個月 一共收了四十萬七千五百元的利息 直到2019年五月二十六號 最後一次收息之後 接著就一毫子都沒有進漲過 陳先生當時向黃女士解釋說 他有個金主 錢是被政府查 導致他們的戶口都被政府查 這樣就全部戶口凍結了 所以他的錢就沒得給我 好, 接著過了2019年 還沒到疫情 疫情就是… 又是每件事都維持住, 做不到 就唯有等, 沒辦法 日復一日, 等了又等 黃女士跟陳先生之間的聯絡 越來越少 直到2021年 陳先生竟然人間蒸發 你剛才打的電話號碼不正向 請查清楚, 再打過吧 他的公司已經結束了 找不到他 看黃女士的買賣文件 陳先生所代表的公司 名為百貨有限公司 百貨公司? 真是很難想像 跟投資買賣有關 我們試過上網找到有類似的公司登記 但沒有一個可以聯絡到實體公司存在 合約也懂得玩變身 黃女士跟陳先生前前前後後簽了四份銷售和買賣協議 前三份印著的公司名稱都是一個帶有超級名字 而最後一份的名字竟然完全改變 由超級變成超級名字 不僅僅公司名變 連賣方簽名也變成了 最後一份合約竟然不是陳先生簽名 錯得太離譜了 跟我簽的時候 每一次都是給我一份合約 其實我可能當時對他的信心太大 根本就沒有留意 沒有留意是說這間公司不同了 依照合約上面印的地址 我們決定親自上門 去了黃女士簽約那間公司查探 單位有人英文 不過已經變成新租客 不認識 是嗎? 我們也是搬來一年左右 我們不認識之前的這些人 我們也是經紀盡租 陳先生失聯,黃女士醒起 手上還有四張陳先生 簽給她的銀行旗票 每一張銀碼相等於每次交易的金額 抱著一絲希望 黃女士拿著四張旗票入戶口 結果全部彈票 拿不上錢 黃女士損失的不僅僅職 還要反過來背負一身債 我的朋友也不想讓她家庭知道 我沒有辦法 她說我先借錢去蓋上一筆錢 所以這筆錢現在159萬 全部都是屬於我自己的 黃女士之前和姐姐 還有一位朋友合共借了70萬 要退休人士還這筆債 真是不容易 我要工作 我本來可以不用工作 因為我現在很慘 我現在做清潔工 我以前是做工廠的 我們沒有什麼技能 所以現在唯有去做清潔工 然後我也有一點懂事 所以晚上又和小朋友補習 每個月 黃女士會每人還五千元 現在已經還了兩年多 估計還有四年 才可以全數歸還 巨大的壓力令黃女士產生抑鬱 經常失眠, 需要服飾安眠藥 體重更暴跌十幾磅 黃女士有一對子女 早已成家立業 照理可以向她們求助 不過最後放棄, 為什麼呢 我已經公書教學到她們讀大學 我的意思是有什麼錢 你們自己要搞定 剛好沒錢幫你們的 我就經常這樣說 如果一下子讓她知道 為什麼你們有這麼多錢投資 我就怕這樣說出關係會不好 因為她們買樓等等 我完全不幫她們 黃女士原本都遇上自己獨力承擔巨債 不過在後來一次親戚聚會上 兒生兒林先生看到她突然報收 好奇罪問, 終於揭露被騙經過 林先生希望替黃女士討回公道 於是四出奔走尋人 我是找私家偵探的 當時我花了少許錢 我私家偵探幫她 也有檢查過她的公司的老闆 有沒有資料可以找到 最後我們也有人檢查了出來 我檢查了出來之後 我把資料交給阿姨 打電話給那個人 那個人直打電話說 你不要這麼多東西 就是說如果你再去找我 或者再去跟進我 我對你不客氣, 類似這種說話 也跟她說你不用資料再收到 因為當時我也曾經跟她說過 其實你應該報警 但是她害怕報警之後 就被她對兒女士知道了 林先生表示 私家偵探追查到陳先生父母的 電話號碼和住宅地址 我們根據這些資料 決定先打電話聯絡有關人士 你已經被接駁到671 在陳先生父母身上 應該會找到有關陳先生的線索 我們嘗試拜訪 你好 有沒有人?請問 你知道陳先生做什麼行業嗎? 陳先生已經退休了 是他兒子呢? 真的嗎? 他搬走很久了 暫時那段時間也在這裡住 最近很久都不見了 隨著投資公司倒閉 陳先生又銷聲匿跡 黃女士逼於無奈之下 唯有將事件公開 逼騙徒現身 我是希望用輿論的隔力 是給予到他之後 他肯給我一些錢 如果這樣也不行 都要去報警 給予你一起來 如果這次阿東 在桌上 並得重心 十、二、三、四、三… 紫 electro